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尤其一些特别重的人 我们就是说最先一开始建议他 就是说要拍一个这种 最起码要拍一个X的光片 来看一下他有没有骨折 最起码先排除骨折 排除如果没有骨折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这种 常见的我们一些像 药物中药外腹 或者是些耐服 还有一些推纳的手法 来进行一些治疗 这种怀关节扭伤的病人 他就是说有一个特点 有时候一旦扭伤以后 以后就是特别容易反复发作 这样反复的扭伤 容易引起关节囊的松弛 我们就是说每一次扭伤以后 一定要及时的处理 以防留下一些后遗症 基于这种情况 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怀关节扭伤以后 一个是急性期 我们该如何处理 这个处理完以后 后期我们该如何的 做一些这种推纳和 一些这个治疗的一些方法 像这个怀关节扭伤的病人呢 我们先给他一个应急的处理 像有一些特别扭的 就是说这种比较轻的人 我们给他拘捕点穴以后 他马上的疼疼就能缓解 当然说还有一些腰疼特别重的 那么可能就需要一些 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我们说话讲伤筋动骨100天 就是说这个恢复期内 他肯定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那么我们就是说 你比如说刚刚扭伤 刚刚扭伤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不介意在局部 因为他局部呢 可就是说疼痛呀 比较明显 甚至还有肿胀 如果局部做一些太多的手法 或者手法太重的话呢 可能会加重这个余血的 加重肾血 或者是就是说加重这个病情 所以我们在急性期呢 一般就是说刚来以后 我们现在远端 那么远端在哪块呢 我们不学膝关节 或者像是夸关节 是吧 我们学的手关节这块 我们中一讲 人物呢 它是有一个上下 有一个对应的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腕关节和怀关节 是相对的 肘关节和膝关节是相对的 这个肩关节和宽关节 是相对的 所以说我们有一种 叫对应取血法 所以说你怀关节扭了 我们就取这个腕关节 那么膝关节扭呢 我们就可能 可能是在肘关节这块取血 所以说这个怀关节的扭伤呢 我们可以卸在这个腕关节附近 在这附近呢 我们可以找两个血位 都可以用 一个呢 叫阳瓷 阳瓷 这个阳瓷在哪个地方呢 你这样转圈 是叫转一下 好 一转圈呢 它这块有点 有个大晶 有一个大晶 然后呢 在这个大晶的这个窝 侧 侧面这个窝 很明显的一个窝里边 这个穴位呢 叫阳瓷 阳瓷 我们找接这个窝以后 松开手 松开手 然后呢 点住这个地方 点住这个穴位以后呢 给它一定的压力 给它一定的压力 这个点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啊 你别这样直着这样 这样起 这个不叫点这个掐 这个力量呢 可能你用不上 太多大的力量 要斜四十五度 保持你这个 这个指头的是一个垂直 不要弯了 这样一弯的话呢 你身上的力量过来以后 它就分开了 所以说一定要是一个垂直的力量 给它一个垂直的力量 这样压住 如果觉得力量不够 你可以这个再辅助一下 啊 压上以后呢 这样 这样揉 啊 这样揉 是吧 点下去给它一定的压力 然后呢 这样揉 这个松丝针 逆丝针 这样反交替的揉就可以 啊 交替的揉 那么你说我光 我刚刚 我静静在这揉 是吧 这个东西还不行 啊 还不行 那怎么办呢 一定要配合上它自己的这种活动 因为它刚扭了嘛 它可能活动会受到一些限制 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呢 叫什么 点穴用动疗法 啊 用点穴用动疗法 一定要配合上它自己的活动 啊 就是你看我在这揉的时候呢 你要在这慢慢的活动 啊 你比如说它是 你看它是这样受限呢 还是这样受限 是吧 先前后 就是上下 这样慢一点 这个它这个活动呢 一定要什么 啊 幅度 就是幅度呢 一定要慢 就是慢慢的 啊 不要太快 然后呢 尽量的什么 啊 往大的活动 就是一开始可能小一点 是吧 啊 慢慢的呢 这样 哎 活动这个幅度呢 越来越大 啊 先前后 啊 这样活动完了以后呢 这样 然后你在这样什么左右 啊 左右 对 这要慢慢的啊 慢慢的啊 因为扭的太快的 可能有一些新的会 新的一些拉伤啊 啊 所以说我这边呢 不停的揉啊 他那边呢 不停的活动啊 这样呢 持续到最起码一分钟以上 就一分钟到三分钟左右 这个治疗啊 啊 然后呢 再左右这样再摇一摇啊 啊 再左右再摇一摇啊 啊 实际上你经过我们这个治疗以后呢 啊 他一般的疼痛就能缓解一些啊 啊 你比如说在如果是像是在 现在野外啊 啊 在活动啊 那么我们这样弄完了以后 他可能最起码能走回家 是吧啊 啊 这是一个学位叫羊尺 还有一个学位呢 也可以用 叫养老啊 养老 养老这个学位怎么找 先找见这个很 他这个明显啊 先找见这个很明显的 这个叫骨头啊 这个小骨头呢 叫驰骨小头 找见驰骨小头以后呢 你把你的手 放在这个驰骨小头的鞋上方 啊 放在这个鞋上方 现在呢 就是掌心是向下的 然后呢 你慢慢的让这个掌心呢 哎 我就是你自己找的话就这样啊 啊 先掌心向下 啊 先掌心向下 找见驰骨小头放在这儿 然后呢 手掌慢慢的 往你的这个 这个 胸部这块转啊 由下 转90度 转过来 转过来以后呢 这个地方这个窝就出现了 啊 就出现一个勾啊 你看 啊 然后转 对 好 转过来这儿有个勾 出现这个勾呢 我们就叫养老 啊 这个养老 啊 操作呢 这个养老和这个养尺呢 这两个学位都可以用 啊 都可以用 就是说 啊 你这个脚关节哪块扭伤了以后 啊 先找见这两个学位 啊 这样操作呢 跟上面是一样的 啊 也是这样一边揉 啊 一边呢 且后左右 啊 这样活动 啊 对 你像 你像我们平时像有些 在这个铁约活动的时候呢 啊 轻微的拉一下的话呢 这样揉一揉 活动活动 基本上 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啊 当然说你如果 是已经肿得很明显了啊 那么你揉这一下 不可能就是说完全 完全把这个肿给消了啊 但是最起码呢 稍微缓解一下疼痛啊 好 下面这个揉完了以后 啊 我们再看一些局部的治疗 啊 呃 局部的治疗呢 第一个呢 也是呃 就是我刚才说了 在局部因为它这个疼 这还处于一些这个急性的炎症期 啊 所以呢 我们可的这个呃 在局部呢 不适合做一些太重的手法 啊 所以呢 也是先从这个膝关节这块呢 我们先找一些穴位 啊 来给它疏通一下静落 那么找哪些穴位呢 第一个穴位 朱三里 朱三里怎么找 啊 你看这是颈骨啊 颈骨 送着这个静骨呢 往上推 啊 推到这个地方呢 叫筋骨出笼 啊 这个高的地方叫筋骨出笼 啊 到这里我们明显的感觉有阻力 啊 这是平的啊 到这又有阻力 就到筋骨出笼这个位置 到这个地方以后呢 然后旁开一横指 啊 中指 一横指啊 就这样是一横指 啊 旁开一横指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啊 这是朱三里 啊 这个呢 可以也是啊 轻轻的点啊 啊 点 你想在一分钟左右啊 啊 一分钟左右 它这个感觉呢 有时候特别明显的呢 啊 会掖着这一条呢 啊 往下走啊 就是盡量的让这个嘛 酸麻 啊 当然你手指要点的话 它不像针刺那样 那个感觉那么强亮啊 但是最起码有些脏和酸的感觉啊 啊 能往下走 然后呢 就是杨灵犬啊 杨灵犬呢 是在这个这个部位啊 啊 你看这个 这个小头 啊 很明显突袭的一个小头 啊 这个我们解剖学上呢 叫飞骨小头 啊 找见这个飞骨小头以后呢 在茄下方 大约一冲的地方 那就是这个 你看 朱三里和这个杨灵犬呢 这两个学位挨得很近 啊 挨得很近 啊 在飞骨小头 这个茄下方呢 什么意思呢 我们 就是在斜45度 看这个飞骨小头 斜45度下来 啊 大约一冲的地方 这个呢 也有一个啊 稍微 熬歇一点的地方 啊 这个呢 我们叫杨灵犬 这个杨灵犬呢 我们是 是我们经脉学里边的 叫经会 啊 就是经脉的经 啊 经脉的经 所以说上经以后呢 啊 这个学位我们是必须要用的 啊 因为它能够拐了全身的这个经脉 啊 经啊 不是经脉 是经脉的经 啊 就是伤经啊 啊 这个地方呢 也是啊 可以揉啊 或者叠一点啊 啊 这个感觉呢 它是椰子 因为它是胆经的 像这个珠三里是胃经 它是在前面这个 像杨灵犬呢 是胆经 它的感觉呢 可能在侧边这块往下走 啊 侧边这块 好 我们如来上述就像上述两个学位 像这个点完这个珠三里和杨灵犬以后 我们下面呢 还有一个学位啊 像这个叫 绝骨 啊 绝骨呢 我们叫 是经脉里边的这个叫随会啊 随呢就是骨随的随 是吧 啊 这个地方呢 啊 这个学位呢 在哪儿呢 你看这个外怀这个骨头啊 松这个这个骨头呢 往上啊 啊 一直走 啊 一直走 走到大概上三冲的时候 啊 我们三冲呢 就是用这个手量一下就可以啊 啊 外怀上三冲 啊 量一下在这个地方啊 啊 这个地方呢 然后呢 在这个飞骨的前面啊 这块有一个骨头叫飞骨 啊 你送着这个外怀 这就是飞骨 啊 在这个前面啊 不要跑到后面去啊 在前面啊 而且这个学位为什么叫绝骨呢 就是你从这个地方往上走的时候 走走走走 走到大概上三冲这个位置上 啊 你就发 突然感觉这块骨头呢 就好像没有了一样啊 啊 所以绝啊 就是没有了嘛 对吧 啊 所以叫绝骨啊 啊 找到这个地方啊 然后呢 啊 做一些这个 点安 点揉 啊 这个这个呢 每个学位呢 基本上点揉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啊 啊 然后点 啊 揉 啊 这个点的时候呢 啊 还是啊 指头要垂直啊 要垂直用力 然后揉的时候呢 啊 要把这个 呃 也是不能挂在皮上揉啊 这个力量呢 要稍微生透进去啊 稍微生透一下 好 这个学位 揉一分钟以后啊 然后呢 再局部啊 局部 局部呢 你像这一块有一个学位叫空龙 啊 这个学位 怎么找 就是外怀 还有后面的跟腱 啊 外怀和后面的跟腱 啊 这两个的什么 终点 就这个窝 啊 这个窝 啊 啊 啊 这个窝呢 啊 就做一个叠就是啊 也是啊 以叠为主啊 啊 这样叠一叠 或者是揉一揉啊 啊 方便的话用拇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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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感觉呢 就是会往下走啊 啊 啊 也是一分钟左右 哎 我们这个呢 可以做一下揉 或者拿捏都可以啊 啊 甚至呢就是说这呃内侧呢 还有一个学位啊 啊 在这个耐怀和跟肩呢 这个学位叫太西 啊 啊 甚至呢你就可以说 这这两个一块了 是吧 啊 啊 一个在外侧啊 一个呢放在这个太西内侧啊 啊 这两个地方呢 啊 一块捏啊 啊 拿揉 啊 啊 这几个学位呢 都在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啊 可以 啊 然后呢 啊 这个外怀扭伤啊 啊 怀关节的扭伤呢 大部分是发生在这一个区域 啊 大部分在这一个区域 这一个区域呢 我们 啊 一般去我们经脉的行星来讲呢 它应该是属于胆经 啊 所以说呢 啊 在这个区域里边呢 我们在 还取一个学位呢 就是这个胆经的叫 我们叫疏穴 啊 在五疏穴里边呢 你想经心疏穴和的疏 那么胆经的疏穴是什么 哪一个呢 叫竹林七啊 这个学位呢 是在这个 第四和第五啊 啊 第四和第五啊 啊 这两个关节啊 啊 这两个角质头的中间啊 啊 在这个缝隙里边啊 在这一块啊 啊 叫竹林七啊 啊 这个地方 这个学位呢 它是这个 胆经的疏穴 咱们讲疏呢 是关 体重结痛啊 输足体重结痛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疏穴呢 是专门治疗这个 关节疼痛的 啊 所以说你正好呢 这个是在扭上 在胆经这个位置上 所以我们呢 取胆经的这个 啊 疏穴 啊 当然说如果这块有的话呢 呢 我把这个干净也取上啊 啊 太充 是吧 这两个地方啊 有时候一块啊 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有效的呢 啊 就是避开了这个局部啊 避开了局部 你看上 下 啊 就是说把上面和下面呢 都给它疏通好了啊 啊 局部呢 我们尽量不做太多 在急性期不做太多的手法 啊 就是说你过了24小时以后 这个局部呢 我们是可以做了 是吧 但是在尽量在这个24小时以内 在这一块呢 不做一些太多的这种 刺激量的手法 啊 这个可以啊 叠一叠揉一揉 啊 这个叠的话呢 这个力量有像斜向上 啊 这样斜向上来叠 啊 怀关节扭伤的推纳方法 穴位回顾 远端穴位 取与怀关节相对应的 腕关节穴位 阳尺穴 位于收腕背部中央的凹陷处 阳老穴 当手心转向身体一侧时 持骨小头内侧的凹陷处 点揉时配合 腕关节的运动 腿部穴位 足三里 颈骨的最高点 颈骨粗拢向外 一横指的位置 阳铃拳 肥骨小头斜下方45度的凹陷处 脚部穴位 脚部穴位 脚骨穴 脚骨穴 外怀上方三寸 肥骨前侧的凹陷处 昆仑穴 外怀与跟腱中间的凹陷处 足灵器 第四和第五脚趾中央的凹陷处 太冲穴 第一和第二脚趾中央的凹陷处 好 这样每个穴位呢 持续大概在一分钟左右 这个刺激量基本上就可以了 点完穴以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上和下的肌肉呢 再给它放松一下 这个放松的呢 放松的就是说 你比如说这一块 这一块 还有后面这一块 这两块肌肉呢 给它用一些这个推啊 或揉的手法 你像这一条 我们把胃筋和胆筋 这两条筋脉 这样一推 这样反复的推 你像内侧呢 我们就是脾筋和肝筋 外侧呢是胃筋和胆筋 是吧 这个可以来回反复的推一下 如果你像这个耐受力比较差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块弄一点 稍微的弄一点这种溶滑油 这样反复呢 推上三到五分钟左右 就是把上面这块肌肉呢 先给它舒通一下 那么你这块完了以后呢 还有一条筋脉呢 叫膀胱筋呢 是在后面了 在这儿了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可以 你这样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好 这个呢 如果它支撑不住呢 我们可以在这块给它 在膝关节这块呢 可以递个东西 然后呢 在这一块呢 你做一些轻轻的拿揉 在这后面呢 可以做的就是稍微少一点也可以 反复做个十次八次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把上面这块呢 像穴位 肌肉 经络呢 基本上上面呢 都给它疏通完了 下面的穴位呢 也跌过了 然后呢 再局部 再局部 局部呢 我就不能用这么太 刺激量太大的手法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 这块可能 像肿挖疼的可能比较明显 如果刺激量过大 这个疼痛呢 可能会更加这个严重 所以在局部呢 我们就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法呢 像轻轻的插法 不能太重的 你比如说是 就在这周围这一块 这样做一些轻轻的插 这个插呢 可以用掌根 就是这一个部位 也可以用鱼迹 这大鱼迹 这是小鱼迹 根据它这个需求 是吧 你看它这个面积的大小 这个轻插呢 起一个疏通经络 小肿止痛的一个作用 当然说 如果你要是说这个 你像一般西医呢 就是说 介意这个极限的怀观日女上呢 在局部呢 做冷服 或者做冰服 其实我呢 不介意你就是说冷服 但是也不介意你热服 甚至再教给大家 很简单的一个办法 回去找一个鸡蛋 找一个鸡蛋呢 把它煮熟了 煮熟以后呢 把皮剥掉 把皮剥掉以后呢 蹭着那个不要太烫 你拿你的手先试一下 跟你这个皮肤温度差不多的情况下呢 可以在这个肿的这里 周围 肿的这周围呢 可以反复的这样拱 来回的拱来拱去的这样拱 这个呢 就是说你 你拱上个三到五个鸡蛋以后啊 它基本上这个肿呢 就能 可能能消一些 就是消肿呢 它特别快 这个轻轻的擦完了以后呢 在局部呢 做一些轻轻的揉法 轻轻的揉法 这个揉呢 就是说主要是在这一块 就是这一圈 就是这个怀关节 下面这一块 做一些轻轻的揉 千万不要太重 当然说已经好几天了 你这个手法就可以重一点 如果是刚刚扭伤还没 还有没有过这个24个小时呢 那一定要轻一点在局部 就是说一旦就是说它还有这个揉头 你可以问它一下 是吧 这个疼不疼 如果特别疼 那么我们就揉得轻一点 在周围呢 把这个鱼肿呢 轻轻的给它推一推 这样推完了以后呢 这样 送着这块的 送着这个胆经 这个走形 然后呢 再轻轻的揉 那局部这块呢 你就时间稍微短一点就可以了 这一到两分钟 揉完了以后呢 就是说这个前面这些这些放松的放松的这些 准备工作都做完了以后 我们呢再做一个轻微的一个拔伸 是吧 就是一些轻微的这种肿胀 或者说 看外观看起来不是很明显的这种错位呢 我们在前面的这些放松以后 适当的呢 可以给它做一些轻微的拔伸 或者是咬法 拔伸的时候呢 也是 你像左手呢 要护着它这个关节 要放在 跌在下面 放在这个 踝关节下面 然后呢 右手呢 握着它这个脚掌 握着脚掌 这个拔的时候呢 也千万不要这样突然猛力的这样拔 是吧 要慢慢的 慢慢的 是吧 这样一边活动 先给它活动活动 看看呢 它这样在活动的情况下呢 它有没有这种剧烈的这种疼痛和反应 如果它疼痛的非常剧烈的话呢 那么我们在局部呢 再稍微给它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因为它的疼痛特别剧烈的时候 你这样给它强力拉伸的话呢 这是给它 这样形成一种强力的对抗 是不利于它这个肌肉和这个关节的放松的 所以呢 先轻一点 这个幅度呢 有小 有小到大 轻轻的先给它活动活动 然后呢 然后再稍微的摇一摇看看 好 如果慢慢的活动开了 感觉它也能承受 我们呢 就是在轻轻的 如果有助手的话呢 这块给压一下 没有的话呢 这样慢慢的 慢慢的给它做一个拔 就是给一个拉 你看 一个拉伸的力量 拉伸 在这个拔伸的状态下 然后呢 再轻轻的再活动 这个慢慢的活动呢 它有一些 你比如说 一些小的关节的拖位 脱位呢 这样你慢慢在有拔伸的时候呢 这样通过这慢慢的这种 调整和活动 有时候呢 它就能 自己就能恢复 幅度呢 慢慢等于小到大 一点点来 千万不要说这个 着急 或者突然就用很大的这种猛力 那样的话呢 会去造成这个新的这些 这个肌肉的受伤 然后呢 再左右的摇一摇 这样呢 做个一到两分钟以后 就是说 你做到什么情况呢 你感觉到里面的 有一些 关节的弹响 说明这个关节呢 它有可能一些小的关节呢 它可能就复位了 是吧 这个做完以后 像怀关节扭伤的病人呢 我们叫自动 自动的意思呢 就是不能动 最起码的一周 所以我们这些手法说 治疗完了以后 你可以再给它 外用一些 药膏啊 或者中药 你看特别肿的 看下这外面这种 红肿热痛 特别明显的呢 我们可以用那个 一个中药叫 智子 智子就是我们 平时像以前 有一首歌叫 智子花开 对吧 就那个智子 你把它打成缝 打成缝以后呢 用醋 把它调起来 是吧 刚开始呢 可以用醋 你看第二天呢 就可以用酒 因为醋呢 是收敛的 它是酸的 它是收敛的 所以在极性期呢 我们可以用醋来调 你看第二天 过了极性期呢 我们可以酒 酒呢 它是新翁的 它有发散 有酥精活血的功效 所以说呢 一开始呢 用醋 把它调成糊 调成糊 这样在种的这些部位呢 给它糊上 糊上 当然说 你要是说 要是说不活动呢 那一般就是说 外面不用固定也可以 很像第二天呢 你就可以用酒 把它弄上来 以后呢 糊在这个地方 这样呢 它就是有一个这个 消肿的作用 消肿止痛 就是让你的肿 能很快的消掉 这样弄好了以后呢 就给它固定 是吧 就叫自动嘛 自动就是不让它活动 想办法呢 反正 你又因为啥 你人不能活动 有时候去吃饭 上厕所是吧 你可以用一个东西 拧的东西 用一个拧纸片 或者是一些 稍微拧一点东西 给它稍微 要下地活动的话呢 稍微给它固定一下 这样慢慢等 它这个要 淤种 像这个种消了 或者是外面这个淤呢 慢慢的颜色也 越来越淡了 这个呢 就可以下地活动了 是吧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治疗在一周 甚至特别严重的可能都 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 是吧 最后呢 我再给大家解释说一下 就是说 这个怀关节扭伤以后呢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第一个呢 刚才说了 推拿呢 治疗这种怀关节扭伤 是吧 在极限期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在局部 千万不要用一些很重的手法 而且呢 千万也不要一些很 就是说用一些 温度很高的一些办法来刺激它 以免呢 加重出血 或者是水肿 第二点呢 就是说这个 推拿治疗呢 最好是在这个 急性期呢 我们以 严端取血为主 过了这个急性期以后呢 可以在局部呢 用一些 就是在使用一些 这个常规的一些 这个送经啊 活络的一些手法 再一个呢 有些这个 比如说 办有一些这种 关节脱位的 严重脱位的 或者是这个 骨折的 那个呢 基本上不在我们这个 推拿治疗的范围以内 推拿呢 治疗一些伤经的 就是经 单从的机械和韧带 这样一些损伤的呢 效果比较好一些 第四个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治疗期间呢 一定要就是说 避免一些 其他不必要的一些 尤其是一些剧烈的一些活动 一定要以静阳 休息为主 最后呢 就是说 这种 你恢复了以后 就是这种 关节恢复了以后呢 因为扭伤了一次以后呢 确实是它特别容易 可能以后再一些 反复发作 经常扭伤 所以说为了避免 形成一些这种 习惯性的扭伤呢 建议大家呢 多做一些这种 怀管节方面的这些 功能断量 以加强这个韧带 以防止以后呢 再复发